香泰晨嵐 香泰晨嵐在過去的一年內 積極進軍直播帶火市場 雖然她身為豪門貴婦 但經常在直播間裡販售評價商品 建立親民的形象 經由她突然宣布將在直播間裡賣房子 而賣的竟是她與丈夫向華牆 花費10年所打造的澳門豪華大樓 香泰坦言花了10年 建造夢想中的大樓 甚至重金禮聘 知名設計師 參與裝潢設計 去年5月終於完成施工 雖然過程艱辛 但看到成果實覺 自己這麼多年的努力 總算是沒有白費 此外上太透露大樓的名字是 Tiffany House 因為她的名字叫Tiffany 丈夫向華強希望 用妻子的名字來為大樓命名 讓她感性表示 希望房子能為大家帶來好運 也讓每一位住戶都能擁有幸福 父親倆結婚43年 感情依舊親密 讓不少網友直呼羨慕 突然改善 還成功 尤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